你见过地母泉吗 当地老人传说 山洞中隐藏一口地母泉 无数探险者进入其中寻找 发现他的人却寥寥无几 今天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进入山洞 去揭开这口全眼的神秘面纱 大家好 我是户外行军夜 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洞口了 据说这个洞里面的水源 非常的好啊 而且里面隐藏着一口地母泉 不知道地母泉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人去寻找都没有找到那口全眼 今天呢 我们将去寻找到那口全眼 这个洞口的高度啊 有八九十米 可以看到这里有电线 因为里面的水资源非常的好啊 所以当地村民呢 就在里面建了一个水井 方便取水用 看 可以看出里面现在是白雾弥漫 这个水莲呢 就是从这个岩壁的中间流出来的一道小水莲 当地村民呢 在这里挖了一个水井 在这里取水用的 进来后可以看到两道石墙 从这个城墙的斑驳痕迹可以看出这里的连带是非常久远的 上面还有这样的射击孔 大概就是五米左右啊 有一个这样的孔洞 一排过去大概有七八个这样的孔洞 在第一道城墙的背后又出现了一道石墙 这道城墙啊 就修建在这个非常漂亮的梯田之上 在很多年前修建这个围墙之前呢 可能上面也是非常漂亮的这样的梯田 进来后果然呢 是一个大平台 它的面积大概有三百多个平方 这里是一点都不缺水源 入眼就是一个水盘 这个泉眼呢 也不是他们说的地母泉 因为地母泉呢 据说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而这个水呢 是从上面流下来的 在它的边上又出现了一道石门 看到了吗 这道石门非常的神秘 我估计是这个大洞的第二道入口 但是在这边呢 还有这样的梯田 在这个梯田的下方啊 可以看出是一条地下河 下面是一个大生坛 我估计上面那道石门就是通往这条地下河的 这个滴田 这个滴田 漂亮吧 哇 这又是一处秘境了 漂亮 现在我们沿着滴田上去 走上面那道石门 进入它的入口 在山洞中 发现这么壮观的 盖滑梯田 那是特别的少见啊 今天 算是长见识了 大家注意看 这个水流下来啊 在这上面产生了一层一层的波纹 波光灵灵的感觉 这就是 漂亮 走吧 进石门 从我前面的那道石门进入后 应该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地下河 这道石门的年代呢 应该也是非常远远的 它的厚度也是一米左右啊 从石门进来 在这两边也是这样的水帘 下面也有云盆 可以听到很大的地下河的流水声 灰测的没错啊 前面就是我们看到的梯田 进来后就是地下河 这里的洞顶呢 非常的平整 看到了吗 这又是一道五花肉的奇观 上面的石头的纹路非常的清晰 它的高度大概有6米多 这条地下河呢 它有一个特点 看到了吗 它的这个河道中间呢 全是这种 被碳酸钙给钙化的 非常硬 踩在这上面呢 一点都不滑 这样的地下河水千万不要饮用 因为它是硬水 喝了可能会得结石 可以看出这个水潭里面有红点齿残的硬体 我们沿着这条地下河一直往下 看能不能找到那口地鲁山 像这样的地下河呢 它越往下走啊 深潭就会越多 这条地下河还好 因为它没有多少河沙 基本上呢 这个河道里面都是 这样金光闪闪的盖化物 前面好像出现了拐角 哇 全是这样的大深潭 我估计今天又要游泳了 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个地下河河的最深处 天呐 越来越狭窄了 在地下河的顶端呢 它明显出现了一个水位分界线 这里在山洪爆发的时候 肯定整条河道啊 都是填满了的 越来越狭窄了 这样的狭窄河道啊 它就会出现深水潭 我们继续往前 噢 那天呐 完了 注意看两边的沿沉了 全是这样一道一道的沉积岩 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的沉积的线条 感觉就像走在地下宫殿里面一样 这个水中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蝌蚪 到处都是 穿过一道道狭窄的水潭 在前面呢 出现了这样的沙滩 河道开始变得平整 感觉前面出现了插洞 可以看出 上面是干的 然后地下河水从这个地方就消失了 地下河水是沿着这个内缝游下去的 这里人进不去 哇大洞厅 前面出现了一个超级洞厅 因为这里面呢 非常的冷 可以看出很大的雾气 这是一个很大的洞道 现在看不到底 我们要爬上去 应该上面还有一个洞道 从这里爬上去看能不能发现新大陆 继续前进 现在我已经上来了 我的队友还在下面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洞窗 现在分为了两个洞道 在我的电筒子的方向一个洞道 在这边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洞道 我们决定先探这个洞道 看来本期视频我们要分两集来发 这集视频呢 我们先探上面这个洞道 下期视频我们再走地下河 去寻找那口地母泉 也许那口地母泉 就在上面这个洞道里边 下面这条地下河 应该是深不可测的 但是上面这个洞道呢 也可能会出现地母泉 我们朝上面这个洞道出发 上来后在这个洞顶呢 出现了这样的山水化 看起来像地图 也像一幅一幅的山水化 哇 这是什么 这是一块石碑吗 这个并不是一块石碑 因为这上面并没有文字记载 这可能是 很多年前地壳运洞啊 从这个洞顶掉下来的一块大方石 因为在这里也是这样的大石头 在这边呢出现了文字记载 这应该是 91年5月26日 到此一游 同游者7人 这应该就是他们来这里 寻找地母泉的时候留下的文字 看 这个洞顶很奇怪吧 大家注意看这个洞顶 这样的花纹呢 是非常罕见的 这里成了一道分界线 可以看出这是一道非常明显的分界线 右边的上面呢是各种各样的花纹 然后这边呢 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这种延尘 但是它非常的平整 就像天花板一样 这个地下是泥土层 还可以看到有路 这可能在很多年前是经常有人走这条路的 但是这里的高度并不高 大概就是两米七八左右的样子 这里出现了一层薄薄的 浓雾 这里出现了一层薄雾 哇 原本因为这个洞道不深 但是 看起来应该是挺深的 因为它是一直沿着这个裂缝 往前延伸的 出现这样的裂缝的话 就证明这个洞道啊 可能是很深 这是远古的3T大裂缝 开始变得狭窄了 这一石头啊 看起来呢 有一种 层层叠叠的感觉 进来了大概两公里 这里出现了乱石 不再像刚刚那么平坦了 越来越狭窄 现在开始变得异常的难形 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很平坦的 水流冲刷的一个动道 在在这样的狭窄的地缝当中穿行 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 要不然的话 可能会 出现头晕的现象很正常 这里又变得狭窄了 哇 前面 穿过这个小洞 又出现了一个大洞天 这里非常的奇特 它是一层一层的 上面出现了一些棕入石 这还是这样的乱石 可以说现在我们行走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乱石堆 这些石头啊 应该都是从这个洞顶啊 掉下来的 哇 这里出现了泉眼吗 难道这就是地木泉吗 那不可能呢 这不是啊 越往前走啊 感觉就越狭窄 老师咯 快点啊 跟上 等一下这里容易迷路啊 天哪 又是一个大洞天 现在感觉又上了一道高速 又是那幅猫 又是那幅猫 在这里明显可以感到有微风啊 从里面吹出来 证明里面呢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洞天 这个山洞有意思 没想到上面这个洞道这么深 我们现在走了大概是 三公里左右 在地上有 出现了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我的天哪 看前面 前面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洞天 感觉像是一个什么基地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 哇 没想到这里隐藏着这么大的个空间 看到了吗 天哪 这个洞顶 大家注意看洞顶了 看刚刚从这个缝隙过来啊 在这边出现了一道分水岭 这个洞顶 我的天哪 这个是什么 难道这是外星密码吗 这是一个上千平方的一个大洞墙 看到了吗 哇 这顶上好漂亮 哇 这个顶上看起来 真的太漂亮了 就像 一种 文字 看起来 就像键盘的倒扣 在上面一样 这个景色 非常的壮观 第一次见 看 这个洞顶 这个像一个巨人的脚掌 这个洞顶看起来 非常的像一颗一颗的旗子 只有这一片区域有 好 大家注意看 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这是一道奇观 从这个洞顶的这些篝货 还有一些 这些石头啊 可以推测出 这里在很多年前可能是被洪水 被大水啊 填满的 然后它常年累夜的冲刷 就形成了这样的石头 形成了这样的景观 它可能把它软弱的一部分带走了 剩下的就全是这么的坚硬的 这些石头 在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坑 这个坑并不深 前面还是一个洞道 这边石头明显就变得 平坦了很多 没有那边的那种坑坑洼洼的迹象 从这个地上归裂的痕迹可以看出啊 这里在六七月份的时候 应该整个冬厅里面都是灌满水的 可能这些坑坑洼洼的痕迹 就是水流冲刷的痕迹 很有可能地母泉的位置就在前方 如果山洪暴发的话 可能那个泉院也会冒大水 然后把整个洞厅给填满 这里开始变得很矮了 大概高度是一米七 因为我们 刚好可以站着着 越来越狭窄 但是这个洞顶呢是很平整的 地上还是这样的归裂痕 这里应该是很少有人类到达的地方 因为在六七月份 可能这个冬厅里面全被填满的 可以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越来越来 我的天呐 明显有流水的声音 冬到往这边走了 这里要趴着才可以过去 这里必须得蹲着走 这里但外面发大水的话 我们就很危险 可以听到有流水的声音 那天呐 没路了 这里没路了 刚刚从这里进来的 在这边没有洞档 只有这边呢 有一个很小的泉沿 嗯 这里就是地母泉的位置吗 我们沿着这个泉沿 继续往前 应该能找到那口 传说中的地母泉 就这边吧 这边 高一点 但是还是要蹲着走 在我的边上发现了一条很小的水区 极有可能呢 就是他们说的地母泉的源头 但是必须要 趴过这些瞎子的那边 而且沿途一定要做好标记 这种地方很容易迷路 刚刚从这里爬过来的 这里真的发现了一个泉沿 看到了吗 这上面已经没有洞到了 这是这个洞的最深处 最深处的地方真的发现了一个 清澈见底的泉沿 我的天呐 这就是地母泉吗 我的同伴在外面等我 水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 可以看出这个泉沿的源头啊 是非常小的 大概就是 一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那水就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看起来是非常的平坦 感觉它就是一个 一个实水潭 但是它是河水 因为从这个流速可以看出 它的速度 它的水流量啊 还挺大 所有的泉沿的 米源头啊 它都不大 包括黄河的源头啊 它也很小 没想到 真的让我遇到了 现在我们原路返回 去地下岸河 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 那口传说中的泉沿 下期视频 我们将进入地下岸河 可以听到现在下面 是水声咆哮 地下岸河的规模 应该是很大的 我们将竭尽所能的 走到这条地下岸河的 最深处 去揭开它的什么样子啊 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